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并非无人居住 这一件大型运用到了花圃的这个概念 来进行做了一个空间中的空间的一个搭建 而且这件作品它的整个呈现的方式 又是用了一个建筑外立面的一个瓷砖 作为基底的铺面 那么就是花圃它本身 因为其实是有一些双重属性的 就是它有相对的私密 也有相对的公共性 它有相对的自然性 也有相对的这种人工培养的工业性 所以就是说可能在这种特性里面 和这种矛盾性里面 去找到一些可以去转换 或者是让它们自己 形成一种磨合的一个呼应吧 所以温室包括透明材料 这个条线索 其实一直隐含在如意的创作当中 所以趁这次展览的一个契机 我们把它重新挖掘体炼 然后呈现了这次展览的 很多重要的作品 包括在我们的室内展厅 水渍这个作品 也是用这种大型的塑料薄膜 所创造的一个特殊空间 然后这个塑料薄膜内部 会有水蒸气不断地蒸发 不断地凝结在这个塑料薄膜上 所以当观众走进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时候是能够看到 背后的这个瓷砖的纹样跟线条 但有时候看到的却是雾默默的一片 平日里收集的仙人掌的刺 来进行穿插 形成一个在观看的距离上 然后在材质的这种冲突上 在柔软和尖锐的矛盾性上 就是来展开的一个讨论 那么我们也是因为通过这次的展览 其实有更多关于一些工业薄膜和人 对于你的生活的种种的这种观看方式 就是展开很多新的可能性的探讨 我觉得是他在潜移梦画中 有意义地挑选了这些 可能不太会发生的东西 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素材跟来源 所以我觉得也就像刚刚说的标题 低声信语那样 就是我觉得作为刺展人 我想传递的一个信息是 无论多么微小的声音 跟无论多么细微的声音 都是值得被听见 以及值得被倾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